三星堆新出土的一万三千件文物中 除了青铜器 金器也占了很大的比重 在1986年的考古发掘当中 一件金器的出现 拉开了这次一醒惊世人的世界级考古发现 这件金器就是著名的黄金权杖 我们通过虚拟来看一下 它是三星堆国家级文物之一 长1.42米 重500克 当时是出现在了一号祭祀坑里 这根金杖是用宽7厘米的纯金皮 包裹木心而成 但是出土的时候 那一层的木心已经腐朽了 这根金杖最珍贵的是上面的文式图案 可以看到上面的人物形象 为圆脸 面带微笑 头戴高官 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人物 和头像一起刻在金杖上的 还有鱼和鸟的图案 有专家推测 这可能和传说中的鼠王 鱼服有关系 这根金杖也是我国发现的商代金器当中 最大 最重 象征王权和神权的西式珍宝 1986年当金杖 金面具等文物出土的时候 曾经一度有人认为 三星堆使用黄金的文化 可能是受到了两颗流域文明的影响 而随着三星堆移植 考古发掘的逐步推进 考古学家们认为 三星堆黄金的使用 其实是受商王朝影响地区的一大特征 通过对三星堆出土金器的制作工艺研究 专家认为 三星堆金器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就是将黄金打制成薄片 包裹在器物表面 作用更多是作为装饰 目前来看 三星堆还没发现 北方草原地区耳环 鼻环 这种直接用于人体的黄金事物 而这种把黄金打制成薄片 用于装饰的方法 仅仅是三星堆独有的现象吗 专家介绍 其实在郑州商城 湖北盘龙城 和安阳殷墟等一致出土的文物中 这种装饰方法都有发现 它们往往附着在 漆木器 青铜器表面进行装饰 比如盘龙城出土的黄金 就和绿松石一起 做成绿松石金眼兽面 异常精美 把黄金做成器物表面的装饰 是商王朝 以及受商王朝影响地区的一大特征 但这些金器的造型 呈现出神秘的地域特色 应该是基于三星堆 先民自己的信仰和审美 也认为三星堆 也认为三星堆